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這次跟大家講講就是Oscar Bannert 大家可能未必聽過這個名字到底是誰 如果你是用Lyka用了一段日子的朋友 很多都會知道 Oscar Bannert其實就是Lyka之父 為什麼這樣說呢 其實當時在很早期 Lyka工廠只是做一些望遠鏡、顯微鏡 有關光學儀器的 是未有相機的出現的 當時Oscar Bannert在裡面做一個設計師 他本人很喜歡行山 亦都很喜歡攝影 當時攝影相機是一個大的木頭機 用了一些腳架 非常沉重 他本人就因為身體問題有少許酵喘 變了走太重的東西的時候 走太高的山 就有個情況 就會酵喘令他很不舒服 因為這樣 他又喜歡攝影 自己也是因利成變 也是一個設計師 所以就為自己設計了一部相機 那當時的相機 就沒有說什麼標準 那好像看回這個 菲林 現在是用30mm的菲林 那當時是電影 都是用這個格式的 但是當時 電影就是這樣走的 它是電影是18x24 這個闊度就是24 而Oscar Bannert 就將它打橫 變成一個是24x36 即這個橫是36 高就是24 這樣就做了一個相機底片的格式 到現在都是在用的 我們叫的Full Film 其實就是這個24x36 那因為Oscar Bannert 這個設計 他做了一個很小的相機 可以很輕便地用 那之後呢 開始Leica 才逐步逐步 是再有相機的出現 那就是因為Oscar Bannert 的發明了 那當年呢 這部機是出了 只有1000部的 那你可能會懷疑 而為什麼到42年後呢 這個金色還可以這麼漂亮 那其實這個很簡單的 因為這個度金是24K的度金來的 所以保持了42年 都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部紀念機呢 除了相機之外 那還有一個 跟著一個木盒的 那這個木盒呢 本身是很漂亮的 如果把相機放在木盒裡 作為一個擺設 不拍照都已經覺得很開心的了 那如果你欣賞我的影片呢 希望你給個讚我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期再見 拜拜